新华两岸快乐平大家好是吕露 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三号称 决定今年恢复设立已经关闭近三年的所谓 驻关岛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并称这一举动可以加强台湾与西太平洋地区 整体经贸交流及合作关系 有助深化与太平洋所谓友邦关系的经营 表面看来虽然台方号称是要强化双边观光经贸交流 可是外界普遍认为这一举动 是台湾配合美国印太战略 目的在加强美台军事合作 对抗中国大陆的意味十分明显 原因很简单 关岛不到600平方公里 向来是军事意义重大 全岛大约是三分之一的地方 都是军事基地 包括海空军基地和军火库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军事重镇 有什么样的经贸交流可言呢 另外关岛虽然是知名的旅游景点 但是却不是台湾民众的旅游热点 尤其在疫情期间旅游 激进停摆 要说重启所谓驻关岛办事处 是为台湾民众服务 为免得有些牵强 催化美台军事交流 恐怕才是正解 因此台湾方面用所谓经贸的借口 来重启驻关岛办事处 只不过是企图淡化 与美国军事加强合作的事实 企图掩人耳目瞒天过海 众所周知 台湾正在争取8月份 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即使执意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也有高度象征意义 并且不久之前 美军到台湾与台军 共同操演的画面公开 无疑是存心释放 美台军事合作密切的讯息 这些动作就美国方面来说 主要是想在南海 与中国大陆掰手腕 也不乏为台湾撑腰的意味 而民进党当局的借机配合 则无疑充当了 美国的打手和马前卒 企图狐假虎威 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也希望能够借机把美国拉下水 然而这种小动作对美国来说 可能只是个危险游戏 但是对台湾来说 却极有可能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 因此总想利用台湾做棋子 在台海制造矛盾 挑起事端 以此来牵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美国不可能为民进党当局的私利 抛开这个大局来考虑问题 因此台湾可能被利用 也可能被放弃 无论是哪一种选择 台湾都有可能被推上 大国决力的第一线 其结果很可能是 亲者痛 仇者快 成为牺牲品 对于美国的如意算盘 中国大陆绝对不会放之认知 美国和民进党当局的挑衅 必然会招来中国大陆的强力反制 中国大陆的军机军舰 最近频频出现在台海 就是对台美小动作 最强有力的回应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我是吕璐 下次再见